人权需要守护者 人权需要捍卫者 政府常常不喜欢听取批评意见 但它无权打压 迫害 甚至杀害批评者 他是第一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讲的德国联邦总统 约安西姆·高克在该机构第二十二次大会上 对47个成员国代表发出了明确的呼吁 我请求您 请开诚布公 毫无顾虑地谈论人权侵犯现象 即使这样有时会得罪邻国和友邦 不管对方国家的大小和分量如何 尽管有时候要关起门来谈 但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会拐弯抹角 47个选举产生的成员国对全世界的人权状况进行观察和报告 谁也不能逃避关注 我认为面对某些国家以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为由设置的障碍 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些突破 我们尝试着突破 在人权理事会之意味着 我们必须打破某些国家建筑起来的高墙 他们说我们是主权国家 你们不能干涉内政 这样的辩驳虽然仍然会出现 但已经越来越少了 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席位为期三年 德国有很多计划 我们将对人权建立新的标准 比如在保障获取干净饮用水 合适住所的权利 以及打击人口贩卖方面 我们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 如今我们不仅要继续 而且要和世界各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继续下去 这不是一场南北之战 也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而是维护全人类权益的努力 联合国大会2010年做出的这一决议显示 单个国家或一些国家的结盟可以获得成功 德国正是倡议者之一 并且希望继续加强其落实情况 当然 德国自己也要接受监督 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一样 德国政府也必须定期提交报告 接受所谓的普遍定期审议 人权理事会和社会各界的考察 将对这份报告予以补充 我们报告的一些内容也会遭到异议 我们必须接受来自公民社会的批评 所有的成员国都有机会参与批评 并在最后提出建议 德国政府对此持开放态度 虽然接受审议的国家没有义务接受建议 但我相信我们会这么做 并在今后证明 我们是如何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的 人权理事会的工作表明 虽然在人权问题上 全世界有一个最低标准 但却没有最高标准 对每个国家都一样